休美阿姨 你在经过了一天之后 决定要谈一谈 你对你的弟弟 沈旺傅先生 突然离世的这个想法 我非常感激 谢谢您的信任 这两天各界人士 不管是科技界 文化界 大家都很悲痛 太突然了 所有认识他的这个朋友 接触过的 他非常注重养生 也经常运动 这么突然的走了 我相信比起任何人 家人的那种震惊跟悲痛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您在家中排行第四 他排行第八 您跟他的感情非常深厚 对不对 对 我应该讲是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 没有时间照顾他 他上面有一个 一岁多的哥哥心脏病 我妈妈经常要跑中央医院 在爷三回 一个富人家 这么瘦弱 这么瘦小 要抱着一个男婴 去到中央医院 所以妈妈没有时间照顾他 不能够讲说妈妈不爱他 而是妈妈根本就分不出手 那么他出事 我九岁 九岁其实是可以当家了嘛 所以就是我 我照顾他吃饭 我跟他冲凉 也慢慢看着他长大 孩子在家里 如果说比较少人 去注意他 他会很勉弹的 所以他很害羞的 还有主要的问题是 本来我妈妈想把他送给我的表姑 后来我的表姑 想想说 我妈妈才生第三个男孩 第二个又有病 医生肯定说他活不了15岁 所以那个表姑就不要 不要我妈妈就说 他表姑就说 不然给我走看儿子 一个邻居 阿婆很八卦 整天撞弄他 他就很怕 他怕他被那个干妈抱走 我看是一岁多已经会走路了 他很早就会走路 而且走得很稳 那个阿婆就走过来 阿妹你老婆呢 我说他送饭去给大姐 他一听 冲向那个去我大姐的那条路 冲出去 那么走到我们家 半路有一间小杂货店 通常都是一个聊天站 就看到我妈妈在那边跟人家聊天 两手抱住我妈妈的腿 放声大哭 她的哭有两种含义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安全了 这个是我作为姐姐的一种推理 所以他一直到长大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十岁 父亲走后 家里的所有的家务 种的都要他去做 一个十岁的孩子 十二岁 十二岁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 他要砍柴 我家有种那个椰子 马来人柴了椰子 他要去撇那个皮 他要养鸡 他要养鸭 他要洗鸡疗 他要割草去养兔子 家里的一些水果熟了 他要去砍下来 拿去卖换钱 到了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 应该是做工了吧 好像是一个工程师了啦 有一天我妈妈就说 阿明 你去把那个香蕉割下来 她看着我的母亲笑笑 妈妈 阿玛 我们是家妈 你知道我去准探 几点探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你妈妈 你知道我现在一个小时 赚多少钱吗 对 他就是说 那个香蕉你去卖 最少最多是卖一块钱 我可能要用一个钟头的时间 去把它割下来 因为香蕉 他还要走下去 一个池塘的边缘 还要拿去处理 最少要一个钟头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去卖这个香蕉了 可是妈妈不肯 我不管你赚多少钱 你就是要跟我把香蕉割下来 结果他就去做了 那时候他几岁 已经开始创业了吗 应该是还没有创业 不过他好像就 他的工作最少都 可能有一两千块啦 一两千块就很多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才赚七十块 所以他就讲这句话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从小他很听我妈妈的话 很乖巧 很乖巧 而且他也不抢食 他每次我们吃饭的时间到了 他没有跟你争 每次他喂完了鸡 做完了家务回来 那个摁菜也没有了 剩下一碗一盘汤 那个鱼也剩下那些肚子 边缘的 他没有埋怨 他就是拿一碗饭 把汤倒下去 洗流水水水水水 就吃完了 这个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没有夸张 他对吃 他是没有好坏的分别的 他只有只要填饱肚子 所以我买榴莲给 那时候他 他也喜欢吃榴莲 还年轻 我买榴莲给他吃 一斤十块钱 一公斤十块的 跟十块钱三粒的 我问他买一个好吃 都好吃了 可以吃就好了 对吃不讲究 对 所以就讲到我这两天的感受 我一直在想 大家都很震惊 很惋惜 我坦白跟你讲 我这两天 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我不悲伤 当然很舍不得了 我们的伤势是在那个怀念园那边判 过了一个喷泉 后面后面 就是那个骨灰 骨灰地 我的阿嬷 我的父母都在那边 我想想 我就说 阿兵 你现在已经放下了 你的肩膀不重 你可以飞奔过去 拉着妈妈 跟妈妈讲 我来了 让妈妈疼你 让那个没有看过你的阿嬷 知道你 也疼你 全部的人都会疼你 你不用负担了 你的身 已经放轻松了 从此以后 我不用再担心你了 你知道我跟她住隔壁坐 我的睡房的窗口 看得到她的睡房 跟书房的窗口 我每天晚上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睡觉的时候 我会去 瞄一下她的窗口 灯开了没有 回来了没有 我半夜起来尿尿 我会去瞄一下 灯关了没有 她去睡了没有 我就是一直这样担心 有一个心理 有一个观念 很忙 忙到自己休息的时间也没有 你知道 她不按定时间吃饭 因为那个时候 她在创业起飞的时候 她叫我帮忙她 照顾管她的家 还有就是煮饭给她吃 刚开始我一天要送两餐 送到她的公司去 有一天晚上 11点她打来问我 妹 你今晚有送晚餐来吗 我说有啊 她说在哪里 我说就在每次的那个地方嘛 这样后来她有自己的办公室 就拿去她办公室的 一个茶几室那边给她 11点才问我 有没有送晚餐去 你说我这个座姐姐的心 整天这样跟她揪着 那个时候她很忙 那对于沈旺福先生 您对她有什么美好 欢乐的回忆吗 我们新年除夕 是全家最快乐的一天 那个时候大概有40个啦 除了那些不赌的 其他的都下去赌博 因为他们去赌博 是报资的 她就像我父亲 这样每次我父亲赢 可是赢完了 她就会把所有的钱 退还给孩子 所以孩子很喜欢她 她也是这样 除夕 她就拿出一些钱 她就做妆 她每次穿了红衣 因为她也明信红衣会赢 这样她赌钱赌博 她给你很多优惠的 满红衣22点 早 没有吃你 你把钱拿回去 不管她几点 你只要你22点早 你如果补到三支七 她赔你七倍 她过年做妆 就是为了让一家大小开心 自己当财神爷的意思 对 可是她的运气又很好 她每次赢 所以她给你很多优惠 他们那些 因为她是老三 她家里 他们有四兄弟 所以那些侄儿 都叫她杀杰 或者杀贝 或者杀旧 就很开心 把所有她放住的钱 都输完了 大家才三会 她走了 我也放下了 我也不要问为什么 甚至是 我觉得 不要去知道为什么了 我们很痛心 我们很惋惜 可是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很疼爱她 大家都很想说 去帮忙她 她每次都把欢乐给大家 突然间的离世 让家人都很悲痛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记忆 她散播爱心 欢乐慈善的一面 对吧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 沈望富先生成长的过程的点点滴滴 嗯 介于这样子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 沈望富先生在电脑科技的成就以外 艺术慈善的付出贡献以外 不为人所知的 在家里一个男孩 弟弟的活泼 善良 惹人疼爱的一面 秀美阿姨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请您多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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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